風平浪靜的沙灘 吸引民眾踏浪細水 不過在看似平靜的表面底下 您知道潛藏多少危機 台南的關係平台這裡 是民眾觀浪細水的熱門景點 不過國家海洋研究院 在這邊架設機器研究就發現 短短三個月內 這裡就有超過125次的離岸流 有人叫勒修 叫飄 飄最便宜 竟然是白癡 為了能及時掌握 素有海岸殺手之稱的離岸流動向 國家海洋研究院 和台南市政府 以及成大近海水文中心等單位合作 研發在地化離岸流偵測告警技術 透過海洋雷達 海岸攝影機檢測 而透過這些影像的辨識 我們後續還會再去導入 一些相關的研究的技術 去進一步的去確認 這些列流的影像 是不是真的就是 具有危險性的列流 民眾在海域溺水雖然因素眾多 但其中就已不易察覺的離岸流 導致的溺水意外威脅最大 如今有及時的雷達影像能掌握 下一步就得想到 怎麼提供及時預警 當辨識到以後 我們就下一步會透過網絡管道 去把這樣的訊息發布給 我們一些厲害相關人所在的群組當中 還是要警告一下吧 旁邊設個公告還是什麼的 讓大家來玩的大家都知道 目前人工智慧技術正確辨識能力 已經提升到82%以上 持續累積有效訓練影像樣本後 預期可以達到95%以上的準確率 實現更精準的預警服務 看不見的海岸殺手 也能透過科技及時掌握預警 明星文宗伯林俊銘 台南時報道